国内疫情升温了 中央宣布即日起到24号 全国是二级防疫 大家也开始拴紧自我防疫工作螺丝 热黑香农会和花莲农改厂记转 以在地文旦釉萃取精油 研发制作的文旦洗手慕斯 也加入了防疫群洗手之列 由于文旦精油本身具有消毒成分 洗了之后不会干涩 还带有釉花香气 民众也都很喜欢 疫情升温 全国进入二级防疫警戒 大家又重回戴口罩与勤洗手的防疫日常 如是香农会和花莲农改厂 特别以文旦又萃取精油 加工制作成洗手慕斯 成为最天然安全的防疫物品 精油的洗手慕斯当中 我们有添加了文旦的精油 精油当中含有很天然的杀进剂 也就是我们的α派系跟β派系 它是一个天然的杀进剂 对我们的抗疫的部分 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希望大家在疫情期间 还是戴口罩 勤洗手 农产加工品也能成为大众的防疫用品之一 为全台文旦又最大产区之一的瑞水香 每年文旦又产季除了鲜石 农会这一次与花莲农改厂季转 特别研发文旦洗手慕斯等 文旦又精油系列加工农产品 增加农产附加价值 目前开发出来的产品 包含我们的文旦又精油的 这个护手的洗手乳 还有我们的文旦又盐 还有我们的文旦又沾酱 那这些产品目前陆陆续续 都已经在花莲县各农会的超市 已经开始在贩售了 而带有又花清香的文旦洗手慕斯 民众使用过后十分满意 也爱不释手 非常舒服 而且有淡淡的又花清香 然后洗起来也不会干涩 蛮绵密的这样子 会喜欢吗 很喜欢 中央CDC宣布 从即日起到1月24号 全国进入二级防疫警戒 大家也开始要拽紧 自我防疫工作的螺丝 日子乡农会也以文单 又农产加工品 投入防疫勤洗手之列 要让每一位民众 使用天然安全的 节手慕斯来抗菌防疫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导